我只是想为我所真实之人 讨回一个功能 你可否愿意与我同行 七年转瞬已逝 这些年你过得如何 很多事情 看开了 放下了 活得也就自在了 看来你早已打定主意 不愿再烫这趟浑水 徐大娘子 我知道 你想为昔日的姐妹讨回公道 但你可曾想过 若这个世上有什么 是让我们被指点 被侮辱 我们还不能抛弃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我同事女子 我真心奉劝你一句 就此奉下吧 别再与旧事纠缠了 那我再同你讲眼前 我近日听到的旧闻吧 七年前 咱们淮州府 有一位名门公子 养了一位佳绩 可惜这位佳绩 不慎得罪了权贵 连夜出逃 不久之后 就连这位公子也遭了灾 也不知是受了 什么折磨惊吓 不知 是家中万贯家财 付之一具 就连神志也变得疯癫 从此流落街头 整整七年 我虽时常接济 但她即便落魄至此 也不愿意受旁人安顿 眼下 怕是只有三娘能说服她了 刘哥 给我个包子好 我拿一个留意来跟你玩 你给我撒调 三娘住我 带我踹你啊 还有骡子带 那是波斯来的好东西 你给我回家 我跟你一起 给我包子好吗 给我包子 你给我 包子 给我包子 给我包子 你给我撒开 给我包子 你干什么啊 给我包光了啊 给我包子 给你 去吧 过来就赶我 晦气 真心 我真心 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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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饿了 跟你吃 我不跟你吃啊 三娘 你别哭呀 三娘 三娘 你不要哭呀 过去 过去 三娘 对不起 是不是也欺负你了 对不起 你别哭呀 别哭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三娘 三娘 咱们回家 我给你寻了最好的戏班 对不起 三娘 对不起 三娘莫哭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哭了 三娘 对不起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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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娘 我只是想为我所真实之人 讨回一个功能 你可否愿意与我同行 我哭了 三娘 我哭了 好了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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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的孔雀 三娘 咱们也买一支 带回家中吧 请柳大 你跟徐家那位见过了 聊得如何呀 问你话呢 你要是真不愿意帮忙 咱们也别耽误彼此时间 我这就回淮州府 严严就怎么潜入烟雨绣楼 我自己就能将无连内死 这支孔雀 是我从石花馆里带出来的 当年 我从淮州府逃出来 进了石花馆 第一眼便看到了她 她被装在一个金丝笼子里 悬吊在大厅高处 供人调笑上来 客人高兴了 便赏她几口吃的 不高兴了 扇子 竹筷 酒杯 通通往里扎 唾几口唾沫的一带有人在 我恍惚间反复看到 那笼子里装的 就是 从那日起 我心中就暗暗发誓 世俗眼光 从今我都不介意了 我得安身立命 我得有钱才放身 我要做寻舟府的花魁 可不如愿以偿得其美名 也赚够了钱财 便将这只孔雀随了床 开了如今这雀鱼 我以为 我已经将以前那些陈念秀 是彻底摆脱了 我还劝孟晚 让她将当年的事情都放下 现在想想 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头 不过是 我以为心中真实之人 并未受到此事牵连罢了 可笑 真的是太可笑了 当年如来已安 明明之中 我们这些人也都改变了活法 我和徐家大娘子 何尝不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吗 赵寅就在寻舟府 她的秦宗 我已经打听到了 这么说 你这打算帮忙呢 事已至此 我不且帮你们这一次吧 老话常说 老话常说 美人薄情 戏色不易 你这个女儿 倒还有点情谊啊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把嘴给我闭上 就把嘴给我闭上 人มา